2018年后 中国女子电竞赛事一落千丈 能叫得上名字的协力场商赛事几乎没有 这也直接影响到靠比赛运营的女子电竞俱乐部的生存 领冬之下 这些女子电竞选手有的离去 有的还在坚守 深夜11点 雷米利亚还在直播 她从下午6点钟开始 到晚上0点结束 每天按时按刻打卡的6个小时直播时长 是她作为一名英雄联盟女子电竞职业选手的所有工作 上一次雷米利亚作为职业选手踏入英雄联盟女子赛场 已经是2018年的事情了 那年雷米利亚所在的KA女子电竞俱乐部 进入了世界英雄联盟女子决赛 但最后不敌韩国队 获得亚军 彼时雷米利亚对未来的职业发展充满期待 她没有想到第一次参加世界赛 就会是最后一次 从最火热时期有超过130多只女子战队 到现在KA成为国内英雄联盟女子战队的独苗 女子电竞俱乐部的衰退也不过三年的时间 现在又一个三年过去了 情况没有好转 电子竞技产业素来被认为是朝阳产业 2019年中国电竞整体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 预计今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600亿 但这份庞大的市场蛋糕是属于男子电竞 与之对比 女子电竞长期处在一种萧条的状态 雷米利亚虽然仍被称作英雄联盟女子职业选手 但一支可以打比赛的五人战队都没凑齐 战队名存实亡 但她还坚守在职业赛场 用热爱发电 在困境挣扎 忘必须 徒 没有 这 我们